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挫超过6% 那么 ANZ澳新银行 WBC西泰银行 以及CBA联邦银行 也是紧随其后 其中除了CBA是发布季报以外 其余三家行本次发布的都是半年报 从整体市场的反应来看 银行股的整体表现不佳 这主要是由于两大预期扰动的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本次财报季 银行财报非常强劲 但是股价却普遍出现下跌 或者仅有小幅上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首先近息差已经达到峰值了 而且澳联储在加息的尾声 那么近息差NIM就是贷款收取的利息 和贷款支付利息之间的差额 那么贷款大家都知道 是银行的核心业务 主要的盈利方式就是通过融资放贷 之间这个利息差来赚利润 那么加息的环境下面 一般认为近息差会提振银行的利润 但是由于澳洲房贷市场前期竞争 非常的激烈 所以原本预期比较高的近息差利润 是被激烈的房贷市场的竞争 所被侵蚀了 根据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4月28日发布的截至3月的最新数据 目前居民自住房贷市场里面 CBA仍然是龙头老大 份额达到26% 那么WBC西泰银行 21%的份额是紧随其后 那么其次 NAB和ANZ是各占14%和13%的房贷市场份额 另外一方面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 澳洲的通胀物价数据 已经显示出见顶拐头的迹象 叠加澳联储在4月份 是曾经暂停加息过一次的 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 我们离加息尾声不远了 所以近息差已经不具备进一步扩大 而为银行提供利润增速的条件了 那么这就是拖累银行股价表现的第一个因素 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 加息的环境下 经济衰退可能会引发担忧 那么在硅谷银行倒闭以后 我们一直是对澳洲的银行 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的 这是由于澳洲四大银行的商业模式 相较于美国的银行比较简单 主要就是以传统银行的业务 以及息差收入为主 而且澳洲银行的存款 也比较具备粘性 同时澳洲的银行 对全球风险资产的敞口并不高 也有相应的利率对冲的措施 那么加息的环境下面 尽管澳洲的银行 并不像美国的银行那样 因为持有长期的美债 导致债券价值下跌 那么引发抛售 但是信贷违约风险 在经济衰退的这个情况下面 是会引发担忧的 尤其大家想现在加息 那么对经济的效应 是存在滞后性的 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 加息的这个效应 它就会体现出来 那么一旦居民存款下降 房贷的需求也会下降 那么如此一来 坏账和违约的概率 也可能会大幅的上升 那这就是第二个 本次银行股表现不佳的原因 那么具体到四大行的数据 也给大家来复盘一下 首先是5月4日的NAB NAB国民银行的半年收入 同比增长19.3% 现金收益是增长17% 达40.7亿澳元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41.5亿澳元 近期差是上升了16个基点到1.77% 但是仍不达预期 一级资本充足率维持强劲为12.21% 中期股息是0.83澳元每股 那么22年是0.73澳元每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NAB这次的股息 是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 也给大家复盘一下 疫情前2019年的中期股息 当时是0.83澳元 那么2020年疫情那年的中期股息是只有0.3澳元每股 但是这个股息还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那么整体低于市场预期的各种财报数据表现 也是NAB国民银行当日下跌6.4%的主要原因 那么接下来是澳新银行ANZ 那么ANZ的近期差是1.75% 那么分析师的预期也是1.83% 而近期差不达预期 那么一级资本充足率上升89个基点 达到13.2% 中期股息是每股0.81澳元 小幅高于市场预期 那么此外也想跟大家说 澳新银行在四大行当中有一些特别 是因为它对新西兰的长口比较大 因此我们认为新西兰市场 有可能会对ANZ的近期差 形成一定的支撑 那么本轮加息周期开始 目前新西兰是一共加了500个基点 对比我们澳洲是加息350个基点 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也是财报以后 为什么ANZ澳新银行的股价 在四大行当中表现最好的原因之一 Westpac 西泰银行 那么Westpac 西泰银行 半年的近利息收入是增长10% 近期差是上升5个基点到1.96% 一级资本充足率同样也是上升95个基点到12.3% 中期的股息是上涨15%到每股70澳分 Westpac 西泰银行表示 他们即将淡出竞争过于激烈的居民房贷市场 着眼于商业贷款市场 这个举措虽然说也是受到市场的一定认可 但是我们都知道商业贷款 它也是依赖于经济前景的 那么目前加息环境下的后置效应并不明确 那么经济前景并不确定的情况下面 要依靠商业贷款这个市场策略来对股价形成支撑 短期内也是比较困难的 CBA 国民银行 那么国民银行三季度的税后净利润是26亿 同比是上升10% 一级资本充足率是12.1% 但是该季度的净利息收入是下降了2% 净息差方面 因为CBA跟其他三家行不同 他们公布的是季报 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列明他们的净息差 但是指出净利息盈利的下降是由于净息差的下降而拖累的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上一次CBA最新公布的净息差是2.1% 那么也就是截至最新 CBA的最新的净息差是小于2.1% 那么CBA也宣布6月1日起 他们不再对新的住房贷款的申请者提供非常强劲的现金返利 所以相比较继续在激烈的房贷市场中 来损失自己的利润去抢占市场份额 CBA开始转而关注公司长期盈利的稳定性 那么接下来也是给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最关心的四大银行股的投资价值 那么首先从核心资本来看 想必大家也注意到四大行的核心资本充足了 都是高于澳大利亚省监管局的最低要求 10.5%的基准要求的 那么这也是说明四大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都具备比较高的吸收亏损能力缓冲的这样的一个资本 以及也是具备一定的抵御不利经济形势的能力 那么今年以来如果我们看股价表现 银行股的表现确实是不佳 与ASX澳股200指数来相比较的话 今年以来澳股200标普指数是上涨了4.4% 这四大行里面同期只有ANZ是略微超越澳股指数的涨幅是达到4.52% 那么同期CBA是下跌3.53% WBC是下跌了4.4% 而NA比国民银行表现最差下跌超过10% 但是我们想跟投资者说对于追求长期稳定股息分红的保守投资者来说 银行股可能对您来说其实还是不错的选择 四大银行股的平均股息率是接近6% 即便在现在高息以及加息的这个环境下面 跟银行储蓄去相比还是具备一定的投资竞争力的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拜拜